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新如准备的这顿大餐可不一般 有蔬菜 肉馅 鸡蛋 海鲜等 品类多样 营养丰富 还需要添加各种不同功能的微量元素 张主任如此用心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特殊客人呢 在动物园的鸟语林里 原领导和专家正忙着为他精挑细选造访的客人 原来这些客人不是人 而是一批身体健壮的雌雄艳鹤 这是一对苏语鹤夫妇 他们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这种鹤见到了人就往里面躲 显得非常害羞的样子 所以他们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龟秀鹤 这些雌雄飞行是为动物园一向充满幻想的 艳鹤放飞计划精挑细选的 去面积增加啊 就是对动物这个健康和福利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但是鸟类恰恰相反 如果说把鸟类放到一个非常空窥的空间 直接就没有 飞上天去了 所以说我们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样要能让鸟类既得到一个宽敞的一个思想空间 同时呢还能展示它自然的飞行行为 专家介绍说 雁鹤属于野生飞浸 不同于经过千万年驯化的鸽子 它们成体后对人具有天生的敌意 很难驯化 因为在这个是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先例的 所以我们开展起来的时候 一是没有可以遵循的这个成型的东西 像中国足球从娃娃抓起一样 动物园也把雁鹤放飞的希望 寄托在自己繁育小雁鹤身上 最好的事情是从这个幼鸟的时候 春天来了 大自然万物蒙发 在张金如他们的精心照顾下 那对苏宇和夫妇拨下了优良的生命种子 相继产下了两枚卵 两枚卵随即被送进人工孵化室 从此工作人员开始日夜 守候着它们 鸟类一般都有自我孵化的能力 苏宇和属于雌雄轮流孵卵群类 孵化能力很强 为什么还要采用人工孵化呢 这个鸟类都有一个印记行为 所谓印记行为就是说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谁 他就把它作为他的亲人 所以说在日常的 今后的生长过程中 他都会认为他第一眼看到这个人 是他的一个亲人 他的母亲或者父亲 这就是动物园煞费苦心 不思辛苦进行人工孵化的原因所在 人之初性本善 动物园期望从生命的源头开始 重塑验鹤的野性基因 这是黑土地上 插根筷子也能发芽的季节 经过27天的交集等待后 苏宇和的低煤卵破了壳 之后仿佛一切又停止了 幼除经过一个昼夜的力量积蓄后 才最终冲刺 破壳而出 闯过了生命的第一管 幼除一睁开双眼 第一眼看到了张心如 他就成了他的妈妈 张妈妈为他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 秀秀 秀秀出壳后 进住的第一个家是温控育婴箱 小家伙住进去的第一天 育婴箱恒温控制在37度 温度37度会让人感到燥热 但秀秀却感觉很舒适 原来人类与赫磊虽然都属于恒温动物 但赫磊体温要比人类高几度 一般在41度左右 两天以后 一同孵化出来的幼除都能自己吃食了 秀秀却遇到了麻烦 开始他根本不吃食 烫了食物他就堵了还烫 慢慢地引诱他 拿小面包床 逗他吃 我们真想扒他 胃嘴儿胃了17天 秀秀要在温控育婴箱里住20天 为了让他以后适应自然界的温度 一天以后 羽婴香的温度每天都要降异度 一直降到27度 期间 秀秀身上快速长出了保温的羽毛 这是秀秀吃的面包虫 喂食之前 饲养员要把僵死的虫子仔细剪掉 五天以后 小家伙就不能光吃虫子了 还要搭配吃更有营养的泥鳅 但泥鳅对幼虫而言还嫌太大 饲养员要把它们剪成小段 十天以后 饲养员要一天五次 为秀秀精心准备全价的营养餐 蔬菜 肉馅 泥鳅 鸡蛋 锅头 糊粉 多种维生素 各种微量元素 一应俱全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小小燕鹤何时长大 他们坚信成长路上 还会面对多少考验 走进科学 即将为您播出 在秀秀出生前后 一批小鹤相继出生 大家一同住在育婴室里 但却分食未养 妈妈们每天仔细算着 小鹤们的出生天数 为他们撑出不同定量的食物 小鹤们凑在一起 免不了相互打闹 但张主任 发现一些奇怪的群动 小鹤在一起 运动的时候 我们原来就有那种现象 我缺 我不缺吗 我力也好大 然后它小 我就刀它毛 刀了我就吃了 刀了我就吃了 小鹤在快速生长羽毛的时期 体内特别需要 生成羽毛的微量元素 在野生状态下 鹤可以在广州的群毛 广阔的自然界中 找到含有这种元素的物质 但在狭小的人工饲养环境里 却找不到这些物质 它们只能相互刀毛吃 这些未来将要飞翔蓝天的艳鹤 羽毛对它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繁育中心 立即在绣绣它们的饲料中 添加了生长羽毛的羽毛粉和卓羽铃 不久 小鹤们就不刀羽毛吃了 在三十天之内 小鹤要天天称体重 三十天之后 十天称一次 每过七天 还要测量一次身体尺寸 尤其是要测量羽毛长度 天天称重吧 就是为了防止它长得太快了 因为这个鹤类大家都知道 有三长 嘴长 静长 腿长 它腿特别长 如果鹤类长得太胖了 它的腿就压弯了 压弯以后 这鹤就废了 野生自然成长的艳鹤 需要自己觅食 在觅食的过程中 身体就得到了断炼 而人工饲养的艳鹤 饭来张口 缺乏断炼 长此以往 优雅高贵的艳鹤 就会变成肥鹅 甚至出现螺圈腿 八字腿 等等怪模样 要培育健康的放飞艳鹤 仅在饮食营养上下功夫 还远不够 为此 动物园还给成长中的艳鹤 制定了严格的体能锻炼计划 饲养人员每天都要把秀秀它们 带到草地上锻炼两次 这时候 秀秀比其他的小鹤 更练饲养员 把它完全当成了拇指 随时随地 粘在他的脚边 走到的时候 脚得直接蹭着走 拖着走 他就在你脚在这儿之前走 走到的时候 得瞅着脚底下 然后还得瞅着边上 别落下哪个 别踩着哪个 五月初 东北也暖和了 这只在草地上锻炼的 少年苏与鹤就是秀秀 张新如每当遛秀秀他们时 常对他们唠唠叨叨 他认为鹤是一种极具灵性的生灵 秀秀断练时很听话 从不偷懒 可是丹顶鹤兄弟们 就不是这样了 最懒的就是丹顶 那大胆懒的呀 吃饱了就往那一趴 你去推他 都不动他 你推他两下 去带他走吧 他又趴了呢 没办法又推他两下 又趴了 没办法我们天天整个条 推着他走 现在时间长了 从那个条件反射了 看着条件就跑 夏至是一年日照最长的一天 在动物园的草丛中 秀秀很惬意地晒着太阳 一百天对于人类的婴儿来说 哺乳期还没有过去一半的时间 可是对雁鹤来说 这一百多天就让他们长大成人了 经过四个多月的生命孕育和历练 秀秀长成了一只亭亭玉立的缩与鹤 秀秀被顺利选进 首批放飞驯化的名单 在一个长长的白昼里 秀秀一行从繁育中心 迁到了放飞训练场 鹤们用惊恐的目光 注视着眼前陌生的一切 秀秀四处寻找 不见张妈妈的踪影 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秀秀感到非常恐慌 丹顶鹤则不理会训化园的讨好举动 这些家乡远在非洲的官鹤 对他们更不客气 动物园精心组织策划的 燕鹤放飞计划 下面将如何尽情 秀秀身体长大之后 性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先最年人的他 现在见了人就躲得远远的 如今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 他就更不适应了 王慧卿是艳鹤训化班的班长 他有多年训化野生动物的经验 王慧卿知道人工未养的野生动物长大以后 野性会一天天恢复 等到他们野性完全恢复了 顺化就没有指望了 顺化必须赶在燕鹤野性恢复之前开始 王慧卿带着大家和时间展开了赛跑 搅尽脑汁去亲近燕鹤们 刚开始呢 咱拿一个小盆 让他看见点石料 通过几天呢 咱们用手来去喂他 给你接近 这是驯化动物经常采用的方法 叫点食法 动物为了获取食物 会与人逐渐接近 天长日久 他们会意识到 你是给他们提供食物的对象 没有威胁 驯化园们在与秀秀他们的相处过程中 尽量把动物的感受考虑周全 不仅在饮食起居上细微安排 还一有空就与他们进行情感交流 因为野生动物啊 如果说你对它不付出自己的爱心 你是养不好动物 池塘荷花 尘开木脸 秀秀来到放飞训练场 整整一个月了 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并与王慧卿一天天亲近起来 仔细观察会发现 秀秀现在看王慧卿的眼神也变了 有了一份依恋 有时甚至带着一份调皮 像你身上有时候啊 你这块堆一个堆一个钥匙了 堆一个有时堆一个哨声 看他想去刀一刀 想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有什么神奇驯化绝招 让野性艳赫变成鸽子 放飞工程会有怎样结局 斗星科学即将为您播出 秀秀接受了王慧卿以后 每天就不能只是吃吃喝喝了 还要用心上课 学习很多新东西 动物园在放飞场 竖起一面高高的红旗 同时在龙舍四周 也插上一些鲜艳的红旗 这是要让秀秀他们知道 这个色彩鲜明突出的地方是家 同时驯华园每日有意识 把秀秀他们拧出家门 带他们在外面溜达一圈 再赶回家来 随后离开家的距离 一次比一次远 回来以后 给他喜欢吃的食物 他就回来了 我留了一圈 回来以后 还有食吃 八月底 太阳藏起了火热的眼镜 秀秀他们也已经形成了 出门要回家的条件反射 出去慢慢悠悠 回家连跑带跳 尤其是那些胖嘟嘟的红艳们 接着 王慧卿根据鸟类 对色彩敏感的特点 用不同色彩的旗帜 设计了一套纸定 红旗当然是代表家了 绿旗代表出行 起飞 秀秀觉得两种颜色都很好认 可是燕们对绿旗 提不起兴趣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驯化园就把燕的出行 起飞标志 改成了黄旗 刚开始时 大家见了旗帜就害怕 王慧卿不急于求成 让旗帜一点一点出现在秀秀他们的生活中 不同的行为方式出现不同色彩的旗帜 天长日久 大家不仅适应了有旗帜的生活 而且慢慢知道了不同色彩的旗帜 所代表的含义 白鹿凝水成珠 秀秀半岁了 俗话说 人有人言 鸟有鸟语 人怎么更好与鸟沟通呢 王慧卿联想到歌哨 就设计了一套哨声 王慧卿为了把这些人听起来都难分辨的哨声 教会秀秀他们 把放飞场门前的草地变成了课堂 每天把他们带到这里 像是对小学生上课 一遍遍让他们听不同的哨声 其实 雁鹤通过不同的叫声来相互交流 远比人类想象的要复杂 一段时间后 雁鹤就能区别不同的哨声 并且知道不同的哨声 要让他们做什么 放飞的时机一天天接近 也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 在放飞前 王慧卿又开始对秀秀他们 进行飞行能力强化训练 秀秀他们经过了一个秋天的驯化 终于叛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10月1月清晨 动物园决定进行首次放飞 三只官鹤被选为首批放飞鹤 随着哨声 其余指令发出 官鹤一下 飞上了蓝天 看到官鹤 翱翔蓝天 秀秀在地上 不安地走动 什么时候 才能轮到他们呢 这时 驯化员发出了回家的指印 官鹤居然真的缓缓降落到了放飞场 接着 驯化员把秀秀等八只缩羽鹤 放出了笼子 当急促的哨声在耳边响起 绿色的旗帜在眼前舞动 秀秀扇动翅膀直冲云天 秀秀在蓝天自由飞翔 直到听到第三遍回家的哨声 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来 十月底 鸽子洞树木凋零 在燕鹤成功放飞后的近一个月里 秀秀他们几乎每天早晚都要飞两次 每次都成功返回了家 这一天天空刮起了风 驯化员不以为然 照常从笼中放出八只缩羽鹤 发出放飞池衣 缩羽鹤飞起来后 并不像往常那样在低空盘旋 而是很快飞上云天 不久就没了踪影 那天气候也不太好 风也很大 包括我们随着气流呢 他就飞走了 一整天 王慧卿都盯着秀秀他们 飞走的那广蓝天 一遍遍吹着回家的哨声 呼唤着秀秀他们返回家来 然而 等到天黑 奇迹 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 苏与鹤没有飞回来 第三天 依然不见秀秀他们的踪影 王慧卿从交集 变成了绝望 动物园的专家和他们 一起寻找着答案 苏与鹤在十月飞尸 这使大家联想到鹤的千禧习信 是不是敏感的苏与鹤 感受到了自然界的温度锋利变化 身体内部的生物中 呼唤他们 向南飞行呢 八只苏与鹤 就这样 一去不返了吗 就在秀秀他们飞逝的第四天 情况突然有了转机 咱当务都有脚环 脚环打上我们北上三连道员 这第二号码 当地老百姓 发现这鹤以后呢 给我们单位来个电话 接到电话后 动物园立即派车前往 根据电话提供的信息 八只苏与鹤 一只落在了黑龙江省的五长线 另外七只飞到了 巨哈尔滨市 两百公里之外的吉林省 七长大线人不住啊 当时看的时候 我的鹤就嗷嗷叫了什么 就好像见了亲人一样的 当时我就跟当地的能力就说了 我说那感谢你 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报酬 他说不许啊不许啊 当地百姓的环保意识 出乎动物园同志的意料 秀秀等八只苏与鹤 一周内全部返回了动物园 放飞失败 使动物园进一步认识到 人们对野生雁鹤放飞的尝试 才刚刚开始 今后还有许多新课题 需要研究探索 两年后 在遍地道花乡的七月 我们又见到了 已经两岁多的秀秀 当驯化员又一次发出放飞指令 秀秀等八只回归的苏与鹤 又振翅飞上了蓝天 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欢迎我们 当他们掠过动物园 龙氧飞行的上空 下面响起一片鸟的鸣叫 龙中的鸟 是在哀探自己的命运 还是在羡慕羞羞 探群安全乃云的秘密 等待营养美味的松茸 安解新技术 确保出行安全 走进科学 禁忌播出